春節最後倒數 不過呢 也因為反台人數積增連帶 檢疫量 現在非常量能吃緊了 這回卻再報民眾入住防疫旅館 卻發現當中檢疫結果回報 甚至是身體狀況的詢問電話 沒有徹底落實嗎 實際詢問其他里長 表示春節前的確是非常忙 還要接到不少的民眾恐慌的電話 你看能不能換個房間嗎 你就不要跟他靠在一起 同一個下午已經接到不止三通電話 打來確認再確認 這是幾乎每個里民辦公室 里長在春節前的例行公事 情緒安撫夠心累了 關懷電話一天二三十通 都是家常便飯 尤其民航局預估民眾集中在年前 1月3號到16號之間入境 估4.1萬人次 最最尖尖峰為1月14號 估計也將超過4000人次 簡易兩能吃緊又有零星本土 卻再有民眾投訴 入住防疫旅館 只有第一天接到關心電話 收到四盒自我快篩組後 其餘兩體溫檢驗結果都是自有心症 實際詢問的確 ABC三方案除了入境日篩檢 以及解隔離的PCR 是由醫院來經手 其餘公費快篩的結果 通通都是由地方打電話做詢問 言下質疑如果有心 其實有灰色地帶 一般這個業務 我們聯絡關懷 這個都是我們理幹事 他會去關懷 那有一個磨合企啊 甚至的出動警察去抓 我們都全部在裡面採檢 不用再往外移 那醫師跟醫療機構 會進到防疫旅館 直接來做採檢 春節前的返鄉潮 同時也是CDC一年一次的期末考 最難的關卡還沒到 防疫大限兩週內建分校 介紹文藥 掌門軍台北掌門道